罗东中山公园老人馆完工至今36年 是罗东镇高龄长者重要的交流学习场所 为了打造优质的公厕环境 公所委托县府提报卫福部 设服公营造物的补助计划 获得卫福部补助106万元 重新整修老人馆二楼的公厕 而修上完成后 今年正式对外开放使用 焕然一新的公厕 让志工们跟长辈是评评称赞 有啊 真好便 我都用苦的 真好事 有啊 有啊 有点更吗 有啊 真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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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真过意 真好事 真过意 真好 用了真四十 都真好事 真好 真万人 各种方法 富丑 如果买不习我们仅习就买得更好事 对 更方便 对 更安全 谢谢镇长 从咱们这好时来环容 对啊 祝福 我们在长者输涌一万 我们的雅琪亚在观光客输涌是非常频繁的 然后我们坚持这次的所有的这个老人罐的厕所 去年是楼下的厕所的改善 今年我们下楼上的 这个厕所的改善已经完成了 希望说这些长者 在使用这个厕所的时候 他们能够让他们使用上方便 以外也是安全去用考量 镇长吴秋林表示 罗东中山公园老人馆二楼的公厕 硬体设备全面升级 从洗手台LED节能照明 风扇 扶手 防滑地砖到马桶 是全面改善 达到通风采光防臭的效果 颠覆以往公测 又臭又脏的刻板印象 踩路不好 没得哭 所以我们在男厕所 女厕所里面 我们都准备了这一个 做室的马桶 抵掉做室的马桶以外 旁边还加了扶手 所以他们在使用厕所的时候 能够让他们注意他们的安全 所以在这边除了这一个厕所以外 我们的地面的铺面 也随时保持它的干燥 所以它的这个材质上 让他们都能够更安全 然后当然我们的照明的明亮度 也是我们的考量的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说这些长者观光客 来到这里的公园 使用这个厕所的时候呢 是合乎他们的需求 让他们更健康 更安全 更卫生 河东正公所去年四月份 改善了老人馆一楼的公厕 获得好评后 今年又努力争取经费 整修了二楼的公厕 希望高龄长辈 不需要为了上厕所 爬上爬下 而未来公所会负责清洁 但也请正名跟游客 发挥公德心 一起维护公厕的优质环境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